我要打開,所以我不要讓它過關的 擋下來就是它如果是空的 還有呢 它如果 isNumerous 這個瓜戶裡面如果它是數字,它回來就true 那true的話呢 我要擋下來就不是true 不等於true就是它不是數字 所以這一個敘述是 如果它不是數字的話 那就幫我怎麼樣 把這些這個給擋下來 OK,如果說我今天呢 第三個就擋下說 它輸入的成績大於100分 而且它或者是說 它的成績小於0分 那我跟它怎麼敘述 其實很簡單嘛 就這樣if 它輸入的成績如果是大於100分 或者是 因為 大於100分跟小於0分 絕對不可能重疊 所以你不可能用and and絕對不會有交 所以 或者是 或者是它什麼 輸入是小於0分 那一樣嘛 幫我把它擋下來 然後警告它 然後把資料清空 並且油標又放回去 然後一樣 也是sub 關鍵就是也是sub 所以 2 3 4 都做一樣的事 所以 這三 因為這個 差不多 所以呢 我就把這一段 Ctrl C 當然理論上 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寫過一遍 如果 實在寫有問題的話 我建議你當然先把它貼 貼過 那我 這個做完的這個 程式碼 雲端上都有 所以你也許可以先 先用我 如果時間的關係 你可以先貼一下 OK 去吧 這個應該在run OK run的模式下 不能貼 把它貼到這邊 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呢 理論上應該大功告成 那我們最後把這個程式 再run一遍 所以 最後 啟動表單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就把它 填上什麼 填上我要的東西 當然第一個 我們先測試 如果沒輸入資料 一定要擋下來 OK 如果有輸入的 第二個的話 輸入的是非數字 也要能夠擋下來 OK 這個 有沒有 他是先判斷什麼 空的 所以我就 先把資料先 那再判斷數字 OK 這邊 輸入120分 好 那這個是第三個 房呆 有沒有 請輸入0到100分之間 清空 一定要0到100分之間 好了 那最後的話呢 按個新增 基本上就OK了 今天的表單 基本上大概先做到這裡 不過 還是有一些地方 可以讓他做得更好 包含什麼呢 包含底下 這個框線 繪齒 我今天有講過 所以底下框線有沒有辦法 他到哪裡 就劃到哪裡 這個可能自己補一下 想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有同學說 老師 最後輸入的時候 我們剛剛不是一直輸入嗎 輸入資料的時候 一定要怎麼樣 還要按一個什麼 新增這個按鈕 才會新增 如果說我按Enter 它會跳到新增 當然你再按一下新增 它一樣會新增 可是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 在這邊 直接就幫我 執行按鈕 就不用說還要多按個Enter 有沒有辦法 當然可以 至於要怎麼做 其實雲端上一定有答案 只是說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這部分也許先 今天的進度 大概就先講到這裡 理論上已經 可以用了 但是後面還可以衍生 比如說還有什麼 比如說你 其實會做這件事情是希望以後 不要讓人家亂輸入資料 而要造成更多的問題 其實很多 公司有分公司的資料 來兩邊 因為 輸入資料實在是太多問題 事後要整理資料的人就頭大了 做報表 裡面一堆怪怪的東西 怎麼辦 你要花更多力氣去解決 倒不如前端就管控好了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防止它 改 資料 這個問題 當然還有 還有什麼 還有可能就是這邊也不能改 所以將來也許你可以把 這邊也許是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保護工作表 裡面也不能改 你能改的話 只能透過程式改 你不能透過 你自己手動改 也就是說 就完完全 resale就是不能亂改了 反正我 只允許你從表單輸入 所以規則就由我設定出來的 你只能follow我的規則 你不能夠亂動 這樣的好處 真的太多了 因為 就幾乎一勞永逸了 不然的話呢 所有的問題都是 人的問題 人的問題最麻煩 OK 所以所有的問題 通通給他斷絕了 哇 真的你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OK 從此以後真的是 很幸福快樂的 OK 不過前提就是你要把每個地方細節都考慮到 應該我想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下一次上課再來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著把那個第3個房貸也加上去好了 今天大概就是 把這些房貸加上 後面 也許 我們下一次 再把一些細節 剛剛講的 Enter 也可以 自動就執行 或者是說呢 我 所有東西都保護起來 你不能亂動 你的亂動 你只能夠透過 表單那邊輸入 所以你輸入資料永遠是會是正確的 因為我所有你可能 一些 防堵的機制我都想好了 這樣的話 真的 就一勞永逸了 OK 試一下